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史称十年浩劫。 这十年是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一生中最具有争议性的十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历史最惠莫如深的十年。 毛泽东在晚年时曾表示,他这一生干了两件事,一件是赶走蒋介石和日本人,另一件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他表示,对文革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十分担心深厚对文革的评价。 他去世前为文革定下七三开的调子,也就是七分肯定,三分否定。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曾经在毛泽世时承诺对文革永不翻案的邓小平,最终还是在掌握中共大权之后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不过,尽管中共早在1981年就正式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实际上多年来一直对有关文革的研究和讨论采取压制的态度,使得大量有关文革的历史资料被隐瞒或者流失。 有关文革的集体记忆,也随着经历文革的人逐渐逝去而淡化了。 中共党史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重申,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但是仍认为毛泽东的错误在于错误估计国际国内形势,也就是所谓的好心办坏事。 尽管毛泽东是文革的发动者和主导者,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却大大突出了所谓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作用。 在分析文革对中共的破坏时,该书指出,林彪,四人帮对我们党损害极大林彪,四人帮在党内拉帮结派,造谣污蔑,残酷斗争,排除一击。 该书在对文革的结论中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尽管我们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终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了他们。 历史表明,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中西方独立学者则评价文革为中国空前绝后的灾难。 中西方独立学者认为,文革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之大,影响之深,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 中国官方从来没有公布过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但是各方的估计是大约二百万到一千万人之间。 受到文革冲击,株连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估计有一亿六千万到两亿人,而中国当时的人口不到八亿人。 这还不包括一千多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以及数以百万计的下放干部和家属。 文革的背后,体现的更是权力斗争的频繁,以及高层的动荡不安。 文革使中国第二号领导人,国家主席和中共副主席刘少奇变成最大的走资派,于1969年被虐待致死。 文革使原来中共排名最后一位的副主席林彪一跃成为中国的副统帅,毛泽东的法定接班人。 但是几年之后,这位毛泽东的亲密战友身败名裂,陈诗中国北方的邻国蒙古至今尚未翻案。 文革使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和原来名不见经传的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成为权清一时的四人帮,但是也因此而成为中共的阶下囚。 江青最后在狱中自杀。 文革曾经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成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第二号人物。 然而在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一个接一个如昙花一线般败落之后,历经三起三落的邓小平成为文革后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并且定调彻底否认文化大革命。 除了权力最高层的起落之外,中高级干部层也陷于动荡。 中共中央组织部自己的统计显示,文革中被立案审查的干部共有230万人,占文革前干部总数的19.2%,没有立案而被关押批斗的干部就更是数不胜数。 另外,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和地方副省长以上的干部,被立案审查的比例占同级干部总数的75%,文革中无数的人被迫害致死。 在高级官员当中,除了刘少奇之外,还有中国军队十大元帅当中的彭德怀和贺龙,国务院副总理陶铸,中共自己的统计是有6万多名干部被迫害致死。 文革中还有大批的人自杀,其中包括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人民日报社社长,新华社总编,著名记者范长江,著名作家老舍,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中共早期最高领导人李立三,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涵等。 1966年,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走出学校,在造反有礼的口号下,破似就痛打牛鬼蛇神。 一时间打人,杂物,抄家之风盛行,怀疑一切,炮打一切的恶性思潮蔓延。 全国各地无数珍贵的文物古迹被破坏摧毁,无数文化和教育界人士被迫害冲击。 各地红卫兵还在中央组织下纷纷进入北京取经,号称大串联,造成社会严重混乱。 对此,连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也承认,在动乱最厉害的时候,公安、检查、法院等机关被彻底砸烂、蛮横批斗、四射公堂、严刑逼供、随意逮捕、违法关押和任意抄家的现象极为普遍。 而各地纷纷出现武斗,伤亡众多。 文革期间,中国各地各种造反派别之间曾经发生大规模暴力冲突,称为武斗。 这种武斗远远超出了人们印象中的街头斗殴和黑社会泄斗的程度,而是使用包括坦克和高射炮等现代武器在内的有组织的大规模武装冲突。 中国的军队也曾经部分卷入这种武斗。 后来在毛泽东的命令下,军队也曾经对一些武斗派别进行过无情的镇压。 根据中共文件,广西文革大事迹仅在广西一省1968年军队对一派造反派进行围剿,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杀了20万人。 有人用全面内战形容武斗时期的中国。 不过,这是一场奇怪的内战,因为冲突各方都声称忠于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 而且各派的阵线也在不断变化,今天的革命派明天就可能被打成反革命派。 1968年,毛泽东一声号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大约1600万初中和高中毕业生随后进入中国的农村地区。 1968年,毛泽东发出五期指示说,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 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于是,全国上下数以百万的干部以及他们的家属被送往农村。 年轻人上山下乡,干部下放劳动。 这些人最终绝大多数返回了城市。 这一下一反,给中国无数的家庭带来了说不完的悲欢离合故事,也给一些家庭带来永远的遗憾。 文革期间,中国的大中小学都曾经长期停课。 整整一代青少年没有接受应有的教育。 复课以后,学制缩短,教材简化,使这个时期在校学习的学生没有得到完整的教育。 大学从1966年到1970年没有招生,基本上停摆。 从1971年开始,招收具有那个时期特色的大学生,被称为工农兵学员, 直到1976年一共招收了82万人。 招生方法是分配名额,既曾推荐,基本上取消了入学考试制度,因此学生和教学质量都比较差。 结果,在文革后,多数人重回学校进行补习,以解决他们个人的事业和国家当时缺少人才的问题。 文革也带来了领导层断裂的问题。 就在各级领导官员纷纷被打倒,各种领导岗位缺少人才之际,一批批工人,农民和军人被提拔起来, 有些人受到突击提拔,被称为火箭式干部。 这些人最高做到了中共的副主席和政府副总理。 文革以后,这些人又纷纷落马,尝尽了官场上的起落臣服。 另一方面,毫无疑问,中国的经济在文革期间经历了一次大的崩溃。 十年文革给中国的经济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前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1977年12月在一次会议上说, 文化大革命动乱十年在经济上,只是国民收入就损失了人民币5000亿元。 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2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 用中国官方的说法,文革十年使中国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